朝鲜半岛关系持续紧张 美国和韩国今天在朝韩边境一带军演 结果朝鲜下午往海上缓冲区 发射了超过130发的炮弹 炮弹没有进入韩国的海域 而两国的军队也互相的指控对方挑衅 朝鲜军队我国时间下午1点59分 向东部和西部海域发射了炮弹 同时强调这是因为在韩国境内侦测到发射物 他们要求敌对势力立刻停止在边界前线 进行军事活动以免局势升级 同时警告平壤当局会坚决回应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则怀疑 朝鲜是用火箭炮发射炮弹 并且第一时间通过通信渠道多次的警告朝鲜 这次行为违反了919军事协议 必须立刻停止 美韩正在关注朝鲜的动向 并在保持高度的警戒 至于明天的军演将会持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